有916的農業電力 其實我覺得這些相對而言會比較正道 因為它本身已經是一個建立了很多年 亦是做了封電很多年的一間公司 它的業務相對而言比較低一些 即是做一些封電場 其實不要說它是中國國內是一個領先的 或者是最大的一個封電場經營者 其實如果你說放到全球那樣計算 其實它的市場也不小 都一成多兩成多的範圍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去博 今天習主席的一個言論 即是說不只是target在2030年和2060年 即是甚至要提早去達標的時候 那一刻我覺得它似乎加大力去投放 或者去丟一些資源下去 繼續去催谷這個新能源 都還有一些衝勁在這裏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在光復上 就比較多選擇 或者產業鏈權會複雜一些 可能我們要看多精規 或者看下油發電站的需求 但你見到譬如如果真是光復的 最下油的發電站就是信義能源 368 如果你計算風能的就是916 就是農業電力 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專注業務 也是比較單一的一間公司 所以其實916的質地 我也覺得是不錯的 所以今個星期都可以跟大家去介紹這支股份 看看可不可以都還趁著 有這個國策的扶持 跟著有些領導層的一些言論 都可以令到那個股價可以再上網多一點 因為它始終都升了 就是像你剛才所說 其實這個現象就已經出現了很久 但你見到其實這一輪 我們當大市一路破底 就是向下沉底的時候 去到24000點的邊緣都好 其實你看看本身就算未有這些言論 或者未有新的國策扶持也好 即是916的技術走勢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其實都已經算是找到少少支持 都有少少兜底了 其實都 只不過就是再加上今天 就是那個消息的層面上面 和北水的追捧 令到它那個突然之間一日都可以升到一成 那我覺得如果你說大約約約17.6號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你如果是真的比較有少少叫做所謂畏高的 你擔心的 那17.64你拿回去做一個指線 那這個就是因為它剛剛52週新高的位置 那如果它今天破完頂 之後其實你發覺你現在買完它博 然後原來它連17.64都叫做失手了的時候 那我覺得就就是似乎它破頂的力度都是比較欠奉一些 那我覺得你可以拿回17.64做一個指線 那如果你真的現在要去搏的 那我覺得你都可以嘗試看回今天那個高位20個月半先 可惜 我們還是可以拿回去 但是一個垂擾 然後我們還是不跟做什麼 出門 那八道去 我們還是想想想想想的 一級互浪 就是 Pick a bat